瑞士选手班西奇 左直落二击败同国选手泰和曼 右 两人在赛后拥抱 记者称智取舍 记者两尾名台北报道 总奖金12 5万美元 约376万台币 2017年台北汉寿女网公开赛 星期四接班人班西奇 Belinda Bansic 赢得瑞士内战 晚间他写6比4 7比5 强压20岁同梯泰和曼 周六得与另一位瑞士的联邦杯战友哥鲁比克 Voic Tarisha Golubik 争夺单打决赛门票 班西奇成名甚早 方琳20的他最佳女单排名曾上冲至全球第七 被举为瑞士新希望 不过他后来经常受伤 很快敷出百大外 还好年轻就是本贤 班西奇这回强势付出 先前泰国华新封后 海硕杯更是近三战 至少近四强 气势如日中天 谈及周六对手哥鲁比克 熟悉彼此的他不敢轻敌 去年荷兰我们交手一次 我连两盘都抢七才赢 我们持力接近 临场得拿出最好表现争取胜利 周五晚间班西奇稳扎稳打 关键第十局 破发先持得盘 尽管刺盘他一度3比5落后 趁着太和慢右脚踝扭伤 班西奇又重整其鼓连下四局 后来居上锁定胜利 赛后他说我们是好朋友 若他没受伤 我想这盘可能拿 不下来 只希望他早点康复 瑞士选手班西奇记者称至取舍 瑞士选手班西奇记者称至取舍 别忘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